我是周青瑶的前夫 我用我家的资产助他圆梦 他成为了人人仰望的舞蹈家 却爱上了当红男明星 全网都在嗑这对CP 甚至有人网报骂我当年拆散有缘人 给我寄断头娃娃 周青瑶维护着骆青山 逼我离婚 净身出户 我不愿意 他就掐着我脖子 眼睁睁看着我从窗户上掉了下去 我以为他会有一丝懊悔 可他只是红着眼 恨意十足 看着我坠楼 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 我的一切人生悲剧都是因为你 你去死吧 我重生了 重生在我刚刚追求周青瑶的日子 他穿着单薄的校服 长马尾落在肩后 清秀的脸上神情冷傲坚韧 看向我的目光有一次不屑 可惜 我这辈子才看清周青瑶眼里的厌恶 此时我正在往他手里塞三万块钱 因为他的外婆正在生病 我不要你的钱 他大力地推开我 仿佛我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错 我站稳 看着手里的三万块钱笑了 他家里很穷 只有一个酒鬼爸爸 他爸当年是我家的司机 所以我小时候和他有过几面支援 后来他爸酒驾差点将我爸害死 所以才被辞退 而周青瑶 竟然却把这归咎于 我家不给他们机会 他以为是我 故意让他爸爸丢掉了工作 我想 他之所以这么清高 是因为无论他怎么拒绝 我最后都会把钱千方百计 送到他的手里 他甚至什么都不用说 我一旦发现他的结局 就带连钱带东西的乖乖送去 我怕他吃不起饭菜 没有营养涨不高 会给他偷偷饭卡冲钱 他的抽屉里 全都是我给他买的淡奶 以及营养品 说起来 我对自己的亲妹妹 都没有这么上心 当年为了捧红周青瑶 我拼命给他砸资源的同时 还贬低我那个 在舞蹈方面很有天分的亲妹妹 后开我才知道 我妹妹车祸也是因为周青瑶 她开车撞了我妹妹 为的就是在某次国际比赛上拿第一 这一事 我再也不会用我家的命运 换她的闪耀人生 想到这些 我把钱收回 你不要 我还不想给了 周青瑶你记住 我从今以后再也不会招惹你 这话说给她听 更是说给我自己 周青瑶只是看着我 眉头不解 以为我是欲擒故纵 张云彻 你脑子正常一点好吗 别以为你说 狠话我就会捧着你 你也不看看自己配吗 配 不配的是你 我咧嘴笑了 因为我看见了周青瑶身后的一抹身影 苏年年 她的眼睛很大 睫毛又翘又长 饱满红润的唇 像是涂了口蜜一般 让人忍不住 想要一清方泽 苏年年是那种明艳型的美女 听说还上榜了笑话评选 后来因为是贫困生 所以被筛下来了 没错 她也是贫困生 但和周青瑶不同的是 她自己赚奖学金 且永远都是一副 平静清和 不卑不亢的模样 上辈子 她一个人带领一群壮志未愁的人 从美妆产品开始起家 用了十年时间进军医美行业 兢兢业业奋斗 成立了华国最厉害的医美公司 我对这类人抱着欣赏的态度 苏年年 我直接叫住了她 苏年年停下脚步 眼神在我和周青瑶之间打量 然后转身就走 我直接拉住了她 把钱塞在她的怀里 某些人不知好歹 我知道你现在也急需用钱 你先拿着 能解燃眉至极 或许是我的眼神太过真挚 她在其中没有看到细血的意思 居然收下了 周青瑶站在原地 愣住了 甚至直接暴怒 好像是这是她的钱一般 张云彻 你疯了 给苏年年干什么 我不准你给她 我看着周青瑶的不满的荒神 笑了 不仅给苏年年三万 还继续拿了一张卡给苏年年 我不缺钱 这张卡你也先拿着 苏年年瞪圆了眼睛 红润的唇微样 她看着我 声音像是清透泉水一样动听 谢谢云彻哥哥 做完这些 我才冷冷看着周青瑶 我不喜欢狂叫的狗 本少爷想花钱 不是非要花在你身上 周青瑶冷冷看着我 转而笑了几声 张云彻 你以为这样我就会挽留你 你做梦 我以后绝对会让你后悔 我在心底冷笑 这辈子 没有我用我家的资源 培养周青瑶 她不过是云云众生中的 一个普通人 等待着她的是 相夫教子的一生罢了 周青瑶曾经住的地方 是老破晓 在学校没有了我的庇护 之前得罪的很多小太妹 就盯上了她 她特意拖着满身的伤 在我必经之路上 假装经过 我连看都不看一眼 不仅如此 我再也不会傻傻地 送营养品给她 如今她饭卡里 甚至连十几块都没有 曾经我贿赂的那些 对周青瑶很好 给她付钱的人 也都不在了 甚至有人当面对她说 我早就看不惯你了 拽什么拽啊 平时要不是张云彻照顾你 我们早把你赶出学校了 没了我的资助 周青瑶只能变卖我 送给她的奢侈品 没过几天 全身名牌的气质女神 就已经抿人众人意 没了名牌衣服和包包 她竟然普通的不能再普通 我当初还真是瞎了眼 听说周青瑶已经落魄到了 没钱交医药费的程度 为了给奶奶交医药费 还欠下了不少高利贷 渐渐地 她甚至要去打黑工 当年她得到不满足 现在失去了 才知道 我给她提供了多大的帮助 可惜 我再也不会回头了 从和周青瑶决裂开始 为了掩盖我本来的意图 我开始对苏年年好 至少苏年年不是一个白眼狼 我特地让老师将我和苏年年 换成同桌 将平时给周青瑶买的零食 以及肉蛋奶都供应给她 苏年年总是不好意思呀 我想着法子逗她 你要是不要 我就亲你一口 看着我手里举着的鸡蛋 她脸色发红 才轻咬下 不像周青瑶 她会嫌我包的鸡蛋脏 上辈子 我没有好好学习 这辈子我上课努力认真 而且和学霸苏年年做一起 进步神速 这天 苏年年一如既往地给我讲题 不知不觉间 我们两人的指尖汇集在一起 燃起了莫名的温度 我趁机握住她的手 她竟然没有躲开 放学后 苏年年拉住我 把我之前给的三万块钱还给我 我知道你是故意气周青瑶 钱我一分没动 你拿回去吧 风吹过她的发丝 扶过我的耳间 我看着她亮亮的眼睛 闻到一股好闻的奶香 便忍不住凑近了些 我说给你 不是开玩笑的 你收下就好了 那我也不能要 她垂下眼眸 拉过我的手 把钱和卡都放在手里 现在开始多攒点彩礼吧 在那一刻 我甚至以为我听错了 或许是周青瑶终于意识到了我的重要性 她竟然破天荒地来找我了 可见 她卸下高傲的姿态 走到了我的面前 我抬头看她 她眼神闪躲了一下 我这才看见她的衣服上有些污渍 身上还夹杂着一股奇怪的味道 班里有人大声尖叫嘲讽 谁去厕所了呀 身上怎么这么臭啊 周青瑶脸色一白 但是还是上前一步握住我的手腕 云彻 我后悔了 我们可以重新来过吗 我知道你忘不了我 你还是喜欢我的 我漠然发笑 看着她 周青瑶 你还真当自己是香伯伯了 我嫌弃甩开她的手 结果周青瑶不紧不松 甚至要来抱我 云彻 对不起 原谅我好吗 我需要你 我这些天一直努力 再攒奶奶的医药费 我好累 由于她的靠近 我不可避免地闻到了 她身上散发的一股子油烟味 有些响吐 就在这时 我的手腕忽然又被另一个人握住 我被拉到一边 鼻腔中钻进了一股清甜的奶香味 你没看见云彻要吐了吗 是苏年年 她的到来 让我觉得身心舒适 周青瑶面目有一瞬间的猙獰 你算什么东西 她不过是欲擒故纵 拿你来气我的 你不会真以为自己 可以取代我吧 苏年年身子明显一僵 周青瑶看着我 眼睛湿漉漉的 云彻 是我不对 让你失望了 我这些天来一直都在想你 我才知道 你以前对我是多好 云彻 我真的喜欢你 我好想你 周青瑶终于露出脆弱的一面 我却一阵反胃 强忍着不是 我问她 你是喜欢我的钱 还是喜欢我的人 周青瑶愣住 答案昭然若揭 我冷笑 此刻 苏年年忽然在我耳边说 云彻 你不是说好选我吗 感觉到手心被苏年年的指腹妈撒着 我心中清明 周青瑶 别装了 我现在已经看清你了 你就是一块泥巴 泥巴不配粘在我的脚上 懂吗 周青瑶似乎是愣了 根本没有想到 我居然会这么说 云彻 你怎么可能会说出这种话 你不是一向最喜欢我的吗 我不管做什么事 你不是都能原谅吗 怎么会 怎么会 周青瑶崩溃了 我一瞬间心头一惊 难不成周青瑶也穿越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周青瑶表情扭曲 忽然大笑起来 他看着苏年年 眼里闪着一丝恨意 就像是缸子里的毒蛇一样 是不是这个女人 你喜欢这个女人了 你们到哪一步了 苏年年像是看垃圾一样 直接扯着周青瑶的胳膊 把她推了出去 还拿起窗口处的消毒水 对着周青瑶喷了喷 滚 再来纠缠我男朋友 我非挠花你的脸 看着周青瑶落荒的背影 我满意地勾起唇角 之前怎么没发现 这丫头那么可爱呢 不知道什么时候 苏年年忽然靠近 我的脖梗 蹭在我的耳边开口 云彻哥 我做得不错吧 这日 我刚刚下课 就被人堵住了 当我看清来人的脸时 心里一惊 竟然是洛青山 周青瑶从他出道 就直接给他砸资源 让他成为了当红男星 他们的CP粉 还轻易地称呼为 他为舞蹈家的小竹马 洛青山看见我出来 直接给了我重重的一卷 张云彻 都是因为你 害得我家清瑶 要去打黑工 我们一家子 都是因为你才不好过 我想起上辈子 周青瑶囚禁我 洛青山甚至把我打得半死 还要物理阉割我 我直接上前踹了他一脚 嘴巴脏的话 就应该制止 你们一家倒霉 跟我有什么关系 洛青山没想到我会打他 气得直爆粗口 你这个狠心的男人 清瑶怎么惹你了 你害得他那么惨 如果不是因为没钱 奶奶也不会病情恶化 你这个祸害 给钱 把奶奶的医药费出了 我就走 可笑 我凭什么要承担一个 无关人员的费用 洛青山气势汹汹 眼睛就像是恶狼一样 看着我 想要钱是吗 这辈子 我都不会再给你们一分钱 见我无动于衷 洛青山挥起拳头 又要砸过来 我又不是任人欺负的傻子 不等他打到我 我就一脚 把他踹倒 揪着他的领子 一拳又一拳地 往他脸上砸去 洛青山没想到我这么凶狠 哭着嚷着 让我别打了 滚 我又踢了他一脚 洛青山爬起来就跑 仓皇逃脱的背影 让我忍不住勾了勾唇 我刚准备喝口水 手边就递来了一瓶水 苏年年看着我脸上的乌青 面露心疼 微凉温润的指尖 擦拭我的脸颊 谁干的 我摇摇头 露出一个笑 没事 苏年年沉默了 拿着手里的雪糕帮我冰敷 洛青山来找麻烦的事情 我并没有和家里说 但是第二天就听见洛青山在校外打架 被拘留所了 天哪 听说洛青山昨天被举报校外收保护费 被抓走了 不知道谁这么胆大 昨天我看见一群人都被抓了呢 我听到这些有些奇怪 恰巧苏年年来到我的旁边 洛青山居然被抓了 我喃喃低语 观察他的神情 谁 不认识 我看着他懵懂的样子 打消了心里的怀疑 上辈子 我和苏年年不是很熟悉 只知道 他温婉大方 独立勇敢 洛青山的事情 我懒得多想 反倒是想到 苏年年上辈子 一直熬了十年 才大富大贵 有些为他不值 上辈子 他前妻一直做美妆 攒够了钱 才开始进军医美 因此我决定 当一个天使投资人 苏年年 我看出来你很有抱负 叫声哥哥 我投资给你打钱 做股东好不好 苏年年看着我 久久没有说话 终于 他开口 不要云彻哥的钱 苏年年穿着校服 唇角弯弯 他垂眸 握住我的手腕很认真道 想要云彻哥的人 好吧 我承认他会聊 周青瑶现在一穷二百 成不了什么气候 所以我压根没把他再当回事 苏年年和周青瑶现在住的地方 离得不远 我和苏年年关系现在不错 他生病了 所以我来给他送药 拐进巷子的时候 一个身影跟在我身后 我一转身 刚好对上周青瑶怨恨的嘴脸 他的声音有些丧心病狂 张云彻 你是不是也重生了 我冷笑了两声 什么重生不重生 你是不是小说看多了 周青瑶 听说你最近过得不好 没想到 竟然混得这么惨 也许是我眼中的讥讽刺痛了他 周青瑶突然大吼起来 张云彻 我变成这样 还不是因为你 你说 你为什么打青山 周青瑶红着眼 濒临在暴怒的边缘 我吃笑两声 实在懒得搭理他 我打他是因为他该打 还有你 以后别出现在我面前了 我以前不打女人 不代表我 以后不打 说完这话 我忍住内心的恶心 绕过他就要走过去 谁知周青瑶突然朝我跪了下来 我错了 我知道你现在喜欢苏年年 张云彻 你能不能只喜欢我 我真的离不开你 云彻 迟来的深情比草剑 早干嘛去了 我看周青瑶这么可怜的样子 到底有些愚心不忍 谁知道 我刚打算给他几千块钱时 周青瑶突然朝我扑了过来 他手里拿着刀子 他竟然要杀我 就在这时 苏年年手里拿着棒球棍 出现在周青瑶身后 一把将周青瑶打晕 然后把棒球棍丢在一边 云彻哥 苏年年眼神慌张 连忙扑到我的怀里 我急忙抱住苏年年 没事 没事了 苏年年好一会儿 情绪才平复下来 我抱了紧后 搂着他出了巷子 过后 他似乎有些自责 云彻哥 我不该让你给我送药的 我抬手敲了一下他的脑袋 傻丫头 我给你送药是应该的 这辈子 我要好好对你 我怎么都想不到 周青瑶竟然和我的表弟 张愚发好上了 我赶过去的时候 周青瑶正在张愚发的怀里 笑得一脸灿烂 笑意之下的那双眼睛 却是阴冷无比 张愚发见我盯着他们 尴尬地亲了亲嗓子 哥 怎么了 你不祝福我吗 张愚发 我劝你不要和他谈 听到我这话 张愚发忽然拍桌子冲我吼 张云彻 我知道你爱周青瑶不得 可你也不能来拆散我们 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恶毒 我恶毒 我好心来劝他 他既然不使好人心 那就不管我的事了 我看见周青瑶 似乎又传起了高定 忍不住留下最后一句话 张愚发 既然你这么爱他 那你帮他 付他奶奶的医药费好了 听说要一百万 也不知道你能不能拿得出来 上辈子 张愚发在我死之前是好好的 周青瑶并不知道 张愚发根本就不是我叔叔的儿子 他只是个养子 所以他根本拿不出钱 张愚发脸色一白 把周青瑶搂得紧紧的 我家钱都被叔叔拿着 青瑶 一百万太多了 周青瑶握紧张愚发的手 没关系 我跟你在一起 又不是为了你的钱 听到这话 张愚发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走之前 我清楚地在周青瑶眼里 看出来愈来愈浓的恨意 和对金钱的执念 张愚发也是 他对我向来充满了嫉妒 上辈子 我家的资产 就是周青瑶和我叔叔顾恒两人 理应外合搞垮队 这辈子 刚好可以清理门户 我直接去找我爸爸 告诉他要提防叔叔 他虽然觉得莫名其妙 但我的话 他向来听得进去 家族宴会上 顾恒对我爸爸 唯唯诺诺 而我和苏念念坐在一起 一旁的妹妹 一口一个嫂子叫着 别提有多年人 我重生以来 对妹妹很照顾 所以我们兄妹感情甚多 就在这时 周青瑶居然带着骆青山 来找我妹妹张笑笑 骆青山身形高大 样貌俊美 他上前来把手 附在我妹妹的头顶 宠溺地揉了揉 我这才知道 他们竟然在一起了 我妹妹显然是情斗初开 没经历过什么男人 居然对骆青山沉溺了 哥 青山真的很好 他会给我讲笑话 还会排长队 给我买各种好吃的 我从小到大 都没有见过那么好的男人 我看着妹妹满脸幸福 心头一阵难受 我的傻妹妹啊 她就是条毒蛇 我找来骆青山 想让她离开我妹妹 哪里知道 骆青山不等我说话 就一脸挑衅 怎么 看见我意外 你妹妹可是一眼就喜欢我了 你等着看吧 你家的一切都会是我和青瑶的 你还真敢想 我气急了 直接一拳打在她的脸上 谁知骆青山立刻往后一抖 她随手打破了花瓶 看见有人来 她立刻用花瓶的碎片划伤手腕 周青瑶立马跑过来 对我怒目相视 张云彻 收起你的大少爷脾气 否则我迟早有一天会让你好看 自始至终 她只爱骆青山 可他们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让我的家人 为他们的爱情献祭 恰巧 张笑笑这时候也过来了 她看见骆青山胳膊上的血迹 有些紧张 青山 你怎么了 骆青山苦涩地扯着唇角 摇了摇头 对不起 是我没办法没本事赚钱养活你 你哥不认可 我也是应该的 是我没本事 张笑笑一正 挡在了骆青山面前 哥 你对青山做了什么 你不是看到了吗 我不想解释 既然骆青山说我伤了他 我不如坐视这个罪名 我随手拿起另一个价值不菲的花瓶 朝着骆青山的脑袋 就是一杂 随着妹妹的一声尖叫 骆青山额头流了好多血 哥 你在干什么 张笑笑声音嘶哑 怒瞪着我 张云彻 你竟然伤青山 你不想活了 周青瑶站起来 眼里是凶涛的怒意 医院费和精神损失费 我赔 毕竟你们也缺钱不是吗 重生一世 我没想过要忍气吞声 我就不信 他们会跟钱过不去 我低头看向妹妹 想劝她几句 可我知道 当一个人爱一蒙眼的时候 我说什么 她都不会听的 所以我就丢下一句话 你要跟她在一起 就当没有我这个哥哥 哥 妹妹百思不得其解我 为何如此抗拒她和骆青山在一起 然而这时 姗姗来迟的张鱼发 扫过在场的众人 搂着周青瑶的肩膀 指着我怒骂 张家怎么有你这种气量小又心思恶毒的男人 我看以后张家的继承人 绝对不能交到你手上 我笑了 背后的门被打开了 我爸爸 张氏集团董事长以及苏年年就在他身后 爸爸对他的话很是不满 我的钱就留给云彻 他什么样 我比你们都清楚 你们但凡有哪一个在说他不好 就立刻滚出张家 张鱼发似乎是想到什么 最终还是忍下来 露出一丝假笑 骆先生 爸爸重新看向骆青山 声音镇定 云车不喜欢你 我也不喜欢 如果笑笑非要跟你在一起 他可以离开张家 对了 医药费张家会赔的 骆青山露出震惊的神色 就连我妹妹都不敢相信地看着我爸 虽然我让爸爸 断了关于顾衡的股份 但是周青瑶还是借张鱼发的手 从公司里拿到了一些不利于公司的文件 周青瑶不知道我也重生了 更不知道他拿走的东西 也都是我默许的 周青瑶拿着自以为能搞垮公司的机密 连同骆青山一起来张氏集团 逼我爸爸下台 那天我妹妹也在 我亲眼看到 他眼里的光灭了 我直接将周青瑶和骆青山告上法庭 至于张鱼发 他在周青瑶和骆青山来公司 逼我父亲下台之前 被骆青山亲自开车给撞死了 他们以为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却低估了警察叔叔的办案能力 骆青山被判了死刑 周青瑶没有二十年 根本出不来 周青瑶临走前狠狠瞪着我 我披腻看着送进橘子的周青瑶 冷笑 就算你再出来 已经过了一个女人最好的年纪 而且你还有暗底 周青瑶 你这辈子是彻底毁了 门口等着我的苏年年 见我出来 飞快地扑到我的怀里 我紧紧抱住他 摸着他的头发 发誓要和他好好过日子 婚后 他靠着我给的创业资金 而后又靠着自己的实力 提前一步把公司创业做好 而我领导的张氏集团 在我的带领下持续发展 爸妈一想天年 生活美满 我领导的张氏集团